在这部剧的表现当中呢 我觉得对自己表现 还挺满意的 因为我有去看就是这个小说 然后看那个林书这个角色 和后来梅长苏这个角色的反差 所以我当时就是尽量 把这个林书这个角色 演得更加阳光 更加有朝气 就符合那个精灵城中 最明亮的少年